日本人气动漫航海王即将在今年的暑假来台展出 主办单位特地选在5月5号 主角鲁夫生日的这一天举行预售记者会 为台湾的粉丝们送上一个大惊喜 从漫画到动画电影 甚至五花八门的周边商品 日本人气动漫航海王风靡全球 为了回馈台湾粉丝 台日团队洗手合作将航海王展带来台湾 主办单位也特别选在5月5号 鲁夫生日的这天举办预售记者会 为台湾粉丝送上一大惊喜 针对预售票的购买观众 可以换到乔巴正常票 那乔巴正常票这个是没有卖的 也就是说希望大家能够在 不管您是可以节省费用 或者是说节省未来的时间 都有一个鼓励就是可以换到乔巴的正常票 为了日本航海王展的海外首站 日本人气漫画杂志总编辑也特地跨海来台 并抢先预告展出内容 主办单位也在记者会上揭晓作者 为田荣一郎为航海王展所绘制的主持绝真机 用浓浓台湾为预告最热血的冒险旅程 将在7月1号起航势必会刑起一波 夏日海贼蜂潮 我们海人一起冒险吧 记者胡志兴 郑仁宗海访报道